全世界最贵的10台汽车 第一名比127台法拉利加起来还要昂贵 众所周知 随着时代和科技的发展 人们对物质上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而其中尤为突出的 就是我们的日常代步工具 汽车 对于普通人而言 宾士 宝马 奥迪 已经是相当不错的豪华品牌 但如果是掌握着人类世界80%财富的顶级富豪们 却还远远不够 他们对于汽车的要求 除了顶级的外观设计 登峰造极的配置清单 以及无与伦比的品牌价值以外 更为重要的其实是全球限量 今天就跟着世界之最透 一起来看看 全世界最昂贵的10台汽车 数数里面都有哪些是你知道的 第十名 帕加尼 风神 如果你喜欢顶级的超级跑车 那么帕加尼 风神大概会是你梦寐以求的其中一辆 这款帕加尼 风神售价高达340万美元 且全球只限量发行40辆 它是帕加尼公司有史以来推出的最昂贵的系列生产型号 虽然价格高的惊人 但在还没正式生产之前 这40辆已被预定一空 有些车不必谈拥有 咱们欣赏就好 要打造一款高性能跑车 减重当然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 帕加尼 风神使用了新一代超清泰编织碳纤维制造底盘 跟往常的常规型号相比 它的成本增加了450% 但重量减到了1250千克 成为当今市场上最轻的超级跑车之一 帕加尼 风神的前包围采用了贯穿式进气口 增强了空气动力学效果 再加上搭载的梅塞德斯 AMG6升V12双涡轮增压发动机 最大功率可以达到800马力 0百加速只需要短短2.5秒 最高时速可以到达280公里每小时 而魅士部分则是保留了帕加尼 一直延续着机械感十足的风格 当把下方裸露的挡杆传动机构 碳纤维的纹路和棕色皮质相辅相成 仪表盘和中控台则采用了液晶显示屏 集成了导航 音响 空调等功能 第九名 蓝宝尖尼 毒药 蓝宝尖尼毒药敞篷跑车 是一辆纯粹的性能跑车 是蓝宝尖尼超级跑车系列的杰作之一 这个车型只生产了9辆 如今分别躺在舒畅巨星JZ 演员阿士顿库车 足球传奇C罗 还有沙特王室王储穆罕默德等富豪的车库里 这车的价格早就不再是市场标价的350万美元了 但由于目前还没人愿意出售他们的毒药 所以也就只能按照这款车的市场价来评估了 这款敞篷版毒药的外观真的堪称艺术品 尖锐的线条和侵略性的设计 使其看起来像一辆来自未来的赛车 大量的碳纤维材料的运用和空气动力学设计 降低了它的重量又提高了性能 它搭载了一台6.5升V12发动机 最大输出功率达到750马力 最高时速超过354公里 从0到100公里每小时加速只需2.9秒 此外 全轮驱动 负重平衡和全新的悬挂设计等特点 都让这款跑车成为蓝宝坚尼跑车系列中 性能最出色的车型之一 除了性能 这款车的内饰也毫不逊色 座椅由轻质材料制成 覆盖着意大利顶级皮革 流线型的现代仪表板 拥有一系列高科技功能 包括触摸屏显示 高级音响系统和智能车控系统 如果说喜欢汽车就像是在和美女约会 会让人沉迷其中无法自拔 那么这剂毒药绝对是迷倒万千男性的清诚绝代 第八名 科尼赛格CCXR白板 作为全球顶尖超跑品牌 科尼赛格公司的巅峰之作 CCXR白板绝对是汽车工业的顶级艺术品 以及汽车领域的绝对性能怪兽 它拥有独特的钻石图层碳纤维外观 给人一种超凡脱俗的感觉 但是它可不适合心脏不好的人哦 它搭载双涡轮增压8升的V8发动机 能提供1018马力的输出功率 加上双离合器7速变速箱和全轮驱动 可以在三秒内完成0百加速 最高时速超过410公里 除此之外 它还实现了混合动力技术的应用 在性能和环保方面实现了更高的平衡 如果这还不足以让你心动 那我们一起再看看看它的内饰 定制的提格座椅和碳纤维饰板 让你感觉好像坐在战斗机的驾驶舱里 现代化的仪表板显示屏 为你无缝提供驾驶所需的所有信息 这款超级跑车中的超级跑车 勇猛 前卫的设计 以及无与伦比的性能 当之无愧地成为了跑车爱好者们 梦寐以求的车型 然而 它却只有两辆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生产 价值480万美元的座驾 显然也不是随随便便找个人 就能负担得起的 它的两位主人 一位是拳王弗洛伊德 梅威瑟 而另一位据说是沙特王室的一名 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成员 但我想 大家应该都知道他是谁 但无论如何 即便是在亿万富翁的车库里 科尼赛格 CCSR白板 也绝对算得上是闪闪发光的瑰宝 第七名 布加迪 迪沃 布加迪一直以出产世界上最昂贵的汽车而闻名 而这款布加迪迪沃 全球限量40辆 这进一步提升了它的身价 我们先来看看它的外观 布加迪迪沃的车头层次感十足 巨大的熏黑处理的中网进气格杉 几乎占据了整个前脸 两侧 LED日间 行车灯 犀利霸气 而且 引擎盖造型丰富多彩 正面是细长的锋利十足的镀铬石条 看起来质感十足 个性且时尚 从侧面看 布加迪迪沃车身低趴 低矮的空气动力学轮廓 帮助其轻松的切割空气 配上超大尺寸的双色拼接的星形状铝合金轮毂 更显得肌肉感十足 它的内饰同样令人印象深刻 内饰采用了对称环抱式座舱设计 两端中控成半原式设计 左面是全液晶仪表盘 和三幅式多功能运动方向盘 科技感和实用感都非常突出 整体采用了黑青双色拼接的设计色彩 气场全开 显得更加深邃神秘 动力系统方面 布加迪迪沃 搭载8.0T4涡轮增压W16发动机 可提供1500马力 凭借这台强大的发动机 它可以轻松在2.4秒内 实现零百加速 可以说 布加迪迪沃代表了当下最强的 汽车工业制造能力 就算只是看看也足够幸福了 毕竟只有少数几个人 能负担得起540万美元价格的 第六名 宾式 买巴赫 Axelero 和一般的宾式不同 作为家族中绝无仅有的顶尖产品 宾式 买巴赫 Axelero 有着绝对的高贵气质 以及与生俱来的狂野性能 同时 全球仅限一台的可怜数量 也让它成为了富豪们争相抢购的 最贵豪车之一 而如果你很有钱 又恰好想要购买一台 性能凶猛的优雅豪车 那么 这辆价值800万美元的 迈巴赫 Axelero 绝对是你最优秀的选择之一 这款超跑宽大的车头 和车前轮房陈兆 沿用了上个世纪 30年代流行的设计风格 而流行夸张的整车曲线 又巧妙地融入了现代的风格 更大更醒目的迈巴赫 标志性的布格散热器格山 向蟒寿张开的大嘴 而镶嵌在宫起的 前轮房陈罩上的凤眼星组 和前大灯 就像蟒寿明亮的大眼睛 在车尾设计上 5组尾灯成剑形 依次布置在车尾的两侧 使整个车尾现代感十足 然而 这辆汽车杰作的真正魔法 其实被埋藏在了引擎盖下方 虽然这辆车可能不是最快的 零百加速它需要4.4秒 但是 一旦你听到那巨大的 5.9声双涡轮 E12发动机的轰鸣 感受那700马力带来的推背感 你就绝对不会忘记它 除此之外 它还搭载了宾室特有的 五档自动变速器 和富尔达23英寸后轮 在意大利北部纳尔多高速试车厂的 初步测试当中 它最高车速达到了351千米每小时 第五名 布加迪·森迪迪奇 如果你刚赚到你人生第一桶金 并且正在纠结如何花费的话 那么这辆布加迪·森迪迪奇 绝对值得你考虑考虑 不过同时 恐怕你得先打听一下 看有没有人愿意出售了 这款车全球只生产的10台 初次发售时 大约售价860万美元 但后面一度飙升到1050万 而如今 所有车都已找到了新主人 还有消息说 几年前曾有人标价1400万美元 想转手一台 这车是当你第一眼看到它 就会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高级感 外观方面 限量生产的布加迪·森迪迪奇 以实阴白色作为车身的主色 而在前唇和侧裙部分 以及后扰流都使用了黑色的涂装 完美兼顾了优雅与动感两种气息 车身侧面 浅蓝色的刹车卡前 似乎有翼和车辆尾翼上的蓝色字样形成呼应 再加上多幅举行轮毂 致敬了90年代的经典布加迪·森迪1B110 车尾部分 正如刚才说的 尾翼上面的字体是一抹蓝色 并且据官方的说法 这种蓝色为布加迪·森 显眼的配色让人能感觉到 调色师还是下了点功夫的 加上双边四处的炮筒排气和网状扰流 气势上的确无愧布加迪之名 魅士方面 蓝色依然唱主角 不管是仪表台 中控还是座椅门板 甚至是地板垫里都掺杂了蓝色的元素 再加上四边形的缝线 虽然简单 但却颇具高级感 但真正让人心跳加速的 是那隐藏在引擎盖下的怪兽 这台车搭载了8升W16发动机 马力高达一些600匹 实现了从0到时速100公里加速2.4秒 从0到时速200公里加速6.1秒 从0到时速300公里加速13.1秒的性能 而最高车速则限定在380千米每小时 简直就是路上的风火轮 第四名 劳斯莱斯 慧影 2017年的意大利埃斯特庄园优雅竞赛上 劳斯莱斯发布了一款新车慧影 这辆车结合了多款劳斯莱斯经典车型的设计元素 可以说是当代纯手工打造的巅峰之作 它是劳斯莱斯公司为一位私人客户专门打造的 全世界仅此一台 售价1300美元 这位客户是一位神秘的世界级亿万富翁 当时他向劳斯莱斯提出了一个愿望 希望他们可以为他打造一款独一无二的豪华轿车 而在经过整整四年的设计和打造后 这款劳斯莱斯慧影终于诞生 慧影的外观设计非常独特 它的车身线条流畅 简约而不失精致 整个车身由纯手工打造而成 引人注目的双色漆 深蓝与银色的完美结合 车顶与后窗融为一体 同时采用LED光源和圆形灯组像搭配 使其看起来不怒自卑 车头毅力的欢庆女神 采用难得一见的磨砂质地材质打造 夜晚还将带有发光效果 卫士方面 盖车的整体造型非常的复古 但用料绝对是非常奢侈的 而且一针一线全手工 所以成本自然不低 大部分的仪表盘都已经被替换 只留下了一个中央控制装置 并且内饰大面积采用架西黑檀木 和保留天然纹理的胡桃木装饰 看起来就像是坐在豪华的游艇中 虽然它后排的空间并不大 不过却巧妙地设计了一个小酒柜 想想都觉得美滋滋啊 至于动力方面 劳斯莱斯官方没有透露具体信息 不过根据媒体的消息 可能搭载的是6.7奥双涡轮增压V12发动机 第三名 布加迪 黑夜之声 全球限量唯一一台的布加迪黑夜之声 不仅是对现代幽灵赛车的完美诠释 还是对布加迪自身造车历史的一种致敬 更是布加迪对汽车美学的昂扬宣言 2019年 当足球巨星C罗 是自1870万美元购买黑夜之声时 这款车就荣登了世界上最昂贵的汽车的宝座 虽然原型车的标价只有1100万美元 但由于布加迪只生产了9台 价格瞬间飙升 现在 这款车的价值是个未知数 因为9位车主中 没有人愿意放手这个珍宝 黑夜之声的车身 由全黑的碳纤维手工制成 线条流畅 既显高贵 又不失霸气 车轮由于3D打印技术制造的 外形上充满了科技感 同时 这款车还拥有6个排气孔 只要它上路 巨大的轰鸣声 绝对会让你成为 全场最瞩目的对象 而它的内饰 也与它的天甲标签完美匹配 座椅采用最上等的皮革 并点缀着拉丝铝和光泽碳纤维 仪表版设计 巧妙地融合了传统的 布加迪风格和现代元素 即使在高速行驶时 各种指示器也很容易读取 而且能提供最大的可视性 信息娱乐系统 包括一个高分辨率的触摸屏显示器 可以访问导航 媒体播放和气候控制等功能 方向盘也是艺术品 融合了皮革和拉丝铝 确保舒适握感 轻松控制各种功能 作为一款跑车 最重要的还是速度 这辆超级跑车 搭载了最新的16缸发动机 马力达到1500牛 它的最高速度官方并未公布 但一只以速度著称的布加迪 自然也不会差 布加迪威龙 从0至100千米每小时 加速耗时仅2.5秒 加速到200千米每小时 也仅需7.3秒 最高速度能达到407公里每小时 拥有16缸发动机的布加迪黑车 应该不会输给布加迪威龙的 第二名 帕加尼 风之子 帕加尼风之子 是全球限量三台的特别版车型 它的诞生 是为了庆祝帕加尼品牌创始人 荷拉奇奥帕加尼的60岁生日 同时致敬帕加尼品牌18年的造车历程 标价高达2365万美元 无论是从设计与工程的角度 或是从它背后的意义来看 它都不仅仅是一辆汽车 而更像一件收藏品 外观上来看 风之子是一个经典的敞篷设计 如果没有人看到你 那么开一辆价值2360万美元的车 有什么意义呢 车身采用极具流线型的设计 搭配蓝黑相间的涂装 看上去极具超跑的独特风范 同时 新车还采用了银色左侧轮圈 和蓝色右侧轮圈的设计 显得非常别致 碳铁复合材料的应用 互选之余 也进一步降低了车身重量 魅士方面 它采用了蓝白相间的配色 这也是为了向经典赛车元素致敬 门板和座椅上 还加入了蓝灰相间的格子样式设计 新车的方向盘和手刹拉杆位置 还采用了木质材料进行装饰 看上去质感更强 动力方面 新车仍然搭载油 AMG提供的7.3升V12 自然吸气发动机 能够提供高达789个马力 0百加速仅需3秒 最高时速超过354公里每小时 第一名 劳斯莱斯 船尾 汽车价格天花板 最终还是归属于劳斯莱斯 船尾和前面提到的汇影一样 属于客户私人定制的车型 这个系列一共只生产三辆 这三辆会根据车主的需求 分别定制成不同的款式 售价高达2800万美元 折合新台币9个亿左右 要知道 你只需要花费22万美元 就能买到一台法拉利罗马跑车 而你却花费足足要127台法拉利的价格 才勉强拥有购买一辆劳斯莱斯船尾的资格 从福特发明流水线之后 汽车的批量化生产 让手工制车成为江湖传说 虽然法拉利等品牌宣称手工打造 其实更多是流水线生产的车身 和零部件手工组装 而手工造车真正的含义是 零部件本身也由工匠敲打而成 就像打造金银首饰一样 劳斯莱斯传维采用的 正是100年前的造车方式 车身面板有巨大的单张铝板制成 用手工锤机的方式 创造出了机器无法实现的 表面复杂度和线条延续性 从设计草图到最终的成品 一辆船尾的制造 一共需要花费四年的时间 车尾的设计是整车设计的精髓所在 也是船尾车名的由来 车尾完全采用了游艇甲板的样式 而且尾箱可以侧向掀器 内部是礼宾套件 包含太阳伞 冰柜 玻璃酒杯 银纸餐具 陶瓷餐盘 酒桌以及折叠椅 纸醉金迷的惬意画面 瞬间就能浮现在脑海中 在引擎盖下 船尾由一个6.75升的V12发动机驱动 搭配8速自动变速器 能够提供563马力 最高速速为250公里每小时 看到这辆车之后 动力系统 加速时间 车身尺寸 甚至续航 都不再是衡量一辆车价值的标准 劳斯莱斯以制造艺术品的方式 手工制作了船尾 注入车主本身的故事 对于富豪来说 独一无二的深度定制 才是奢华和尊贵的巅峰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不知道今天介绍的 这10辆最昂贵的汽车 哪个最让您印象深刻呢 欢迎评论区告诉我们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 欢迎点赞加订阅 以及分享给您的朋友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